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阵件,我是主播咪麦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科幻短片,回到火星 一个老头正在发布会上宣布新征程的开始 先驱者们不仅要登上火星,还要在火星上一个被命名为东德州的基地 生活好几年,成为第一批火星居民 那是老头毕生的心血,年轻的女队长情省的笑着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老头 很快他们就登上了前往太空的飞船 前往火星的路途慢慢,女队长的情况却不太好 时不时都呕吐,总部监测到,她的腹中有一个胎儿正在孕育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所有人陷入了混乱 但飞船已经不能返回地球了 这意味着到达火星后不久,孩子将会出生 而他们还面临一些很严峻的问题 这个在火星出生的孩子什么时候返回地球 老头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他不能容许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 他决定要将这件事作为内部保密,让队长在火星生下孩子 漫长的几个月后,旅行者们终于到达了火星 队长即将面临生产 老头也在车里观看这伟大的时刻 孩子顺利出生了,但是队长却没有停过来 回忆视力,人们正在讨论着这个孩子该如何回到地球 老头非常的反对 在地球的重力下,孩子的心脏将没有足够的力量给全身贡血 更重要的是,太空人在太空生产中丧命会引起公众的愤怒 整个火星计划都可能会搁浅 出于最现实的考虑,孩子必须留在火星 而且不能让公众知道 16年后,一个机器人在东德州基地里自由穿梭着 当年队长生下的孩子已经长成了偏偏少年 他们给他起名加德纳 加德纳提出要通风系统的路径图 但那是机密,机器人不愿意给他 他直接拿着工具把机器人给拆了 在和众多科学家生活的环境下,加德纳自然也是一个优秀的少年 他轻易地通过了基地的防火墙,调取了东德州计划的视频 看到视频里的队长轻轻地说了一句,嗨,妈妈 正当他进一步寻找线索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一条信息,你在哪? 他立刻奔向实验室,完成肯德拉给他布置的任务 肯德拉顺便说了一句,你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加德纳却非常的失落,回应道 我怎么可能是不可或缺的,根本都没有人知道我的存在 完成工作后,他继续他的计划 通过通风系统拿到了母亲的资料 一枚情侣对戒和一个U盘 里面的内容是母亲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合照 他观看着母亲的影像,无比确定 镜头里的男人就是自己的父亲 他将照片打印了出来 同时一条来自地球的信息,让加德纳紧张了起来 他掩盖好自己衣服上的标志 输入早已准备好的联络区域嘛 开始和地球上的女孩随便聊天 他非常不快乐,也厌恶着周围的环境 不过他比加德纳幸运一些 他18岁就可以脱离寄养家庭 追寻自己生命的自由 那也是加德纳的梦想 但他不能说出来 他只能告诉卷发妹 自己是个患有成骨不全症的少年 只能待在纽约家中的阁楼 卷发妹很快就下线了 加德纳的年龄越来越大 人们开始意识到把他囚禁在火星不是办法 决定将他接回地球 适应地球的环境 他上前往地球旅程的加德纳 却只有一个想法 去见自己的父亲一面 回到地球的他 对一切都充满着好奇 但是老头对此非常的反对 他认为男孩不该在地球生活 要求医护人员为他做更多的身体测试 但是更多的测试 意味着他待在隔离室的时间会更长 敏感的加德纳觉得 自己可能会被送回火星 于是聪明的他连夜出逃 找到了日思夜想的卷发妹 他说自己想要寻找父亲 爱自由的卷发妹自然也愿意帮他 于是两人踏上了旅程 这一路没少遭到肯德纳和老头的阻拦 他们通过网络搜寻到了母亲留下的戒指 是由印第安人制作的婚戒 两人立刻前往寻找线索 来到了见人家中 从订单记录里找到了母亲的地址 在加州的海边 同时加德纳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开始流鼻血 但是他没有告诉卷发妹 见到父亲的希望就在眼前 他不能浅光惊气 但他去的夜晚倒下了 卷发妹只能将他送到医院 在扫描中医生惊呆了 他的骨骼中存在着奇怪的物质 心脏也大于常认 卷发妹终于相信了加德纳说的 他来自火星 看着昏迷的加德纳 他决定要代替他去寻找父亲 然而加德纳却非常坚定地说 自己要一起去 他多么想回到地球 地球却不要他 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状况 但尽管如此 他也想要奋力一搏 卷发妹没有办法拒绝 带他一起来到了海边别墅 一个男人坐在窗边 但是他却说自己不是加德纳的父亲 也不相信他们 还说要报警 卷发妹非常生气地跟男人理论 他这才说出女队长是自己的姐姐 原来这一切都是个误会 等卷发妹回头 加德纳已经不见了 他正在走向大海 他说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的生命即将耗尽 母亲的骨灰撒在大海 他也想唱绵于此 卷发妹没有再阻止他 就在他即将丧失意识的瞬间 老头将他抓了起来 加德纳醒来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老头自己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头的语气出奇的温柔 他瞬间明白了 老头就是自己一直苦苦寻求的父亲 了却心愿的他再次昏迷了过去 他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 只有尝试脱离地心引力 才有一线生机 只在模拟舱进行训练的老头 为了而自决定冒险一事 驾驶飞机冲出了大气层 在卷发妹的呼唤下 加德纳睁开了双眼 他再次活了过来 然而大家都知道 他必须回到火星了 加德纳回到火星后 卷发妹的生活回归了平静 他需要等待一个新的激阳家庭 这天他有一个反客前来 是肯德拉 他说自己在火星上待了很久 现在负责训练学员 变得非常的有钱 买了一个大农场 却非常的孤单 想要领养一个孩子 相互陪伴 最好的人选就是卷发妹 NOSA训练场中 多了一个卷发妹的身影 他们都在为所爱之人努力 地球人想去火星 火星人想回地球 人类总是想要探索未知 但他只知道 和家人在一起 竟是最好的归宿 这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温情片 关于加德娜的成长 对家庭的认同 和他对待爱情的单纯 作为一部爱情片 还是很有看见的 但是如果要挑刺的话 就可能有点一眼难尽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到火星哦 科幻正见 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小期见啦 对家庭的认为